比赛正式开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2赛季的 中国平安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的比赛 首轮长春亚太对阵广州城 36号黄振宇和19号江基红 这次进攻直接打门打得太正 被刘伟国扑住 上个赛季8月份的时候 在仓中那场比赛 右侧前叉断裂 打到禁区里有什么的机会 刘伟国倒地把球扑出 角球 陈宁乐这才刚刚踢了一会儿 已经开始打口地喘出气了 来自于小将温永俊在右路的突破 连续的左右脚的盘带 攻有力没有吹 埃里克来到禁区里 小角度传中窥射 破门夺分 来自于谭龙 比分变成了1比0 这是在前场 李光文的抢断之后 本来是有一个球打手 但是秉持着有力的原则没有吹 在左路 埃里克撕开了空档 能力非常强 但是一切的前提就来自于李光文这一次的上抢 埃里克一个人吸引了四个人的防守 而在禁区中路就变成了二对二的情况 清楚的看到了弹龙的位置 轻松的推射得分 而这个时候在防他的已经变成了李提香 这脚打门打得很突然 来自于如尼奥尔 小角度要打个下角 优秀的前锋呢 就是能够在近距离一个人就 解决战斗 刚才这一下是打在了力柱的外延弹出底线的 大家都挺熟 出国玩的朋友都很熟 之前在巴特亚连的时候 29场联赛 进了20个球 这才渐渐的在亚洲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更早之前 甚至在蒙通连都 踢不上比赛 在2008年开始 很多年在巴西转展了11支球队 弹龙 有机会远射了 右脚打一下 这个球有弹地 今天这场比赛 是他代表广州福利参加的 第199场比赛 之所以说广州福利是他在加盟的时候 这支球队的名字 现在呢 叫做广州城 球迷寒起来了 看看这个小球 发到中间投球 2比0 进球 又是来自于弹龙 这场比赛已经没开二度了 防守的时候啊 广州城的 定位球防守 这次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其实不光是弹龙 在他身后的孙杰 也并没有人在跟 自己一个人向前突 也就是示意裁判 有犯规 并没有吹 李提强 外围 打一脚远射 过 这个远射啊 一定程度上 也是 给自己 解解心宽 给球队 解解心宽 适当的发泄一下 机会也是机会 打在外脚背 有一个外脚背的 向外的无限 如尼尔的反击机会 轻松的抬头 在看队友的位置 倒三角 敲回来 这球停到了 自己的身体之后 还有机会 再打一脚 球进了 如尼尔内刚 打进一球 球员庆祝的时候 这个心里 也在嘀咕 我 提前把所有的庆祝 都 做完了之后 这一套动作 组合拳打完 你再把它吹掉 我岂不是很尴尬 但是这次万能做来看 完全没有约位 弹龙呢 这一次 虽然没有挺好 但是很清楚地 送了一次助攻 打门的时候 完全没有 对手的干扰 弗里的防线 这一次被彻底打穿了 高卫辉 桌脚传中到后点 投球 迪诺顶到 上场之后呢 已经有三次参与到了威胁进攻当中 三十二岁的迪诺 虽然身高一米八二 并不是一个 传统的中锋 而且他更喜欢脚下拿球 这跟今天的场面 也 很匹配 再推身后 靠身体 弹龙压住 挑射 帽子戏法 弹龙的这场比赛 完成了帽子戏法 这实际是一次二打六的机会 二打六是没有机会的 但是依靠着能力就生生创造出了机会 迪诺 穿了一个小门 两个人 这是 踢墙的 二打六 而在 防守 弹龙的时候 已经完全跟不上了 贵宏内切 宋志塞 有机会到小 进区里 大门就进了 来自于28号 伍成如 这也是他第八场中超联赛的第一个进球 扳回一球 广州城扳回一球 贵宏内切做得很漂亮 紧接着的直线推得也很好 最后这一脚打得也很冷静 这是一个很完美的进球了 打进脚 这时候的主菜伴黄叶吹向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最后凭借着 弹龙的帽子戏法和如尼奥尔的进球 长城海大队4比1战胜了广州城 都凭借着的